你看這個用牛奶罐啊 牛奶罐 這個還是大罐的 磚口 他們帶這個是便當盒的 便當盒的 你看那個 木片叫做木薄片 木板薄片 這個是稱工的 喉嚨藥那個瓶子 塑膠層線 一根啊可能太細了 聲音不太大 也可以拿那個塑膠層來拆開 裡面有好多細的線 可以兩鼓三鼓 環節力量大 又聲音就比較大 還可以轉的比較短 你看這個橱紅那個 哇 好先往那個纏繞的直筒 附近其用會不會利用 這個塑膠灌 加灌 你看 你可以 用螺絲軸子 鑽孔 因為有用電路鐵的 電路鐵高熱一碰就 挖出洞來 有一些 就有了電器 螺絲的 螺絲生鏽的 都 轉了 用螺絲軸子都轉不起來 用那個 電路鐵 按揭那個洞鐵高熱一碰就 一碰就 在那個螺絲釘的周圍都 都燒出凹痕了 融化融解 很快就可以把釘子划掉 這可以 用那個 改作為那個紅筆 紅筆 紅鉗子筆 這個也可以用 用劑子劑好像太粗了 太大 如果用美工刀 如果用美工刀 要小心 不要切到自己的手 要安全 注意工 注意安全 記者可能比較好 要小心 不要記到自己的手 要記離遠一點 不要太靠近在那邊 切啦 不要靠 太靠近在那邊 記了 要離遠一點 保護安全 不要記到手 記到手的話 你感染的很嚴重的 腫的很大了 要念鑰匙經 要念大悲作 功德回向 懺悔改過了 嗯 製作樂器的富裕安全 盡量安全的方法 如果這個是木板 木頭的話 就用那個 五金哈麥的那個 問號型的彎鍋 彎鍋 都是釘人 把繩線綁好 哦 就可以鑽啦鑽啦 像這個 都是鑽過了空 但是這個直板 太薄了 太薄了沒有辦法固定 久了他就鬆動了 咦 聲音不是很大 因為太熟了 還有這邊轉 你看有聲音 你看 這個筆呢 就可以這樣轉 腦擦做 用那個彎鍋的螺絲釘 這個筆呢 很用力會很痛 會痛 各有力閉啊 好這樣 好 調的比較緊 調的緊的話 只要他不轉的話 聲音就會更好丟 好 放的位置不一樣 上面不一樣 盡量放在中央 盡量放在中央 你看這個凹痕的地方 剛好 放些 所以不是凹痕的地方 有看過人家用那個 要來灌 塑膠水管 那 做出那個二斧 可以拉到那個二斧 二斧這個要兩條 兩條弦這兩個八 兩個轉旋轉桿 這個是坦的而已 還不是那個拉的 還有拉弓這裏 塗那個鬆子 鬆子 鬆枝 鬆香的鬆子 哦 這樣再拉拉拉 摩擦就會有聲音 摩擦震動這個弦線 然後再去傳到這個地方 再碰到這個面板 二斧是用舌皮 舌皮 這個聲音很響 跟那個木飯的材質也有關系 那個陰箱 陰箱也是有關系 所以他在二斧的聲音很好聽 這個鐵罐呢 弦線也不是很緊 長度也不是很標準 那是自彈 自得其樂而已 自己創作廢氣 自彈自唱 自得其樂 自得其樂可以抗憂慮 對肝臟也有幫助 因為春天乾燥 要有生機 要有生機 春生下漲 所以要洗氣 有洗氣乾燥魚啊 如果有綁繩子 綁個帶子 然後掛在脖子的話 要更好操作 要更好操作 這個聲音就是弦線不夠緊 再轉這裡 如果轉斷掉就是表示 太細了 你看 太細了轉斷掉 如果 塑膠繩啊 用兩條線 三條線 他就會更 更堅固 不怕這樣轉 還不會轉到斷掉 我想要 走